我们通过实际的题目 跟大家来讲到底怎么展开 DT1 X7010 A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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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可能同学们对反三角函数的横的变形 不是很熟悉了 它不是3X简单的 这个你不好提取公议事 那这时候呢 泰勒公司就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如果遇到A比B型 那记不记了 只要见到 红笔写 A比B型 我这个屏幕写 但用电脑写比较方便的 见到A比B型 我们用 上下同阶原则 用上下同阶 先记笔记 我再解释 用上下同阶原则 即 如果分母 是X的K字方 则分子展开至 XK字方 那么如果分子 是XK字方 则分母相应的展开至 XK字方 此即为 上下同阶原则 彼此照顾 次接触相同 听懂了吧 彼此照顾 接触相同 这个就比较简单 这种呢 叫做A比B型 上下同学 是比较简单的 我写完了 把它缩小了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抄下了没有 好 那这个题目就有了吧 同学们看 分母是不是X三次方 所以分子 一定要展开到几次方 三次方 一定要展开到三次方 懂了吧 所以这样的话 I就等于 原则就等于 Limit 一起来背吧 X710 你尽量不要往上看 我来问你来答 根据刚才的展开式 RXX展开的时节 一起给我背 你背我写 X说 加上 六分之一 X三方 再加上 小OX三方 帅不是 看我的写法 你把那个小O 这个Piano 配亚诺余像 写到后面去 写到后面去 再来 减去 一起背 RX三次的展开是什么 X 它的加字减 加字减 RX三次的 刚刚写过的 你这样背 三次是负六分之一 RX三次是 正六分之一 然后接下来 Tenita是正三分之一 接下来RX三次的 负的三分之一 是不是负的 不是加字减 所以是减去 但是负负得 对 我知道你们意思 这前面有减 是吧 负得正 听到没有 接下来 加三分之一 X三分之一 是不是对意思吧 各位 然后再加小OX三分之一 对不对大家 那个小O写几个 写一个 记住 小O加上小O 还是小O 你不要写二倍的小O 这是个记号 这个东西是个记号 这个记号怎么来的 我在早学也介绍过 怎么来的 各位 这叫余像是吧 余像的话 泰勒 这个人 第一次在自己的手写稿中 他这样想的 三应X等于 X减六分之一 X三方 后面 不想写了 不想写 他就直接画了个圈 科学史学家考证 那个圈啊 不是泰勒 自己创造的一个专用符号 他就是随手一画 不想写了 随手一画 所以我说 讲点历史给学生 都不耽误时间的 人都一样的 我不想写东西 我也画圈 但他是创立者 后来的数学家 就跟着他 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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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到了意大利 著名数学家 那个人叫皮安诺 写成了 小OXN四方 史称佩亚诺鱼像 这就成为今天鱼像的记号了 叫佩亚诺 简称佩氏鱼像 是吧 大家 我们现在不是大一 在教大家学位纪分 我是复习 所以比如刚才讲到小OXN的时候 我是默认 你是知道他是什么的 是吧 讲的是过程当中 如果 我看一个同学 这什么呀 我看到你表情了 我就讲一讲 各位还要多读书 多读书 到图书馆 还要多看看书 有人老师来不及了 现在来不及了 读研究生的时候 各位 你得把这个账还一还 少上网 多看书 年轻人 多去图书馆 读点真有用的书 不要上网 整天看那些垃圾新闻 网上的东西 90%以上 都是没有用的 你们老喜欢说 网上获取知识 你获取的什么知识 对不对 都只会写那些 简写什么MMP 你止气的这些东西 把我都带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多做点真东西 好 别弄一项 别弄一项 既然是画圈 那你一个圈 再画一个圈 那年考研题 真考了 那么方法你历年 整体有一年 就出的 打开时间头一题 请问一个圈 加一个圈 等于什么 答 还是一个圈 你听懂没 一批鱼项 加一批鱼项 还是一批鱼项 明白吗 你不要写二倍的 千万不要写二倍的 考研 都考过这种题 都考概念问题 他不是画圈 他是写的小欧 小欧 好了 底下出于谁 X三方 这就叫上下 通界原则 懂了吧 这个不难 这个一点都不可能 所以他就等于 算出来 XX约掉了 六分之一 加三分之一 视为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X三方 比X三方 答案是解 二分之一 小欧 比X三方是零 听懂了吗 不要写了 答案二分之一 做完了 这个称之为 叫做上下通界原则 接下来立条 不一定够 你只会上下 通界原则不够的 立体二 各位打得清 这种题目 是一个 我认为 在考研的极限计算题里 这属于一个 最高档次的计算题 什么罗币答案 不要拿过来用 我们不接受那种 低档次的方法 凡是考微积分的人 一定要懂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的 知识性观点 什么观点 任何函数 都是密函数组成的 所以当然归于密函数 对不对 当X趋零时说 这个函数跟这个函数 设为等价无穷小 请你求CK 那大家想想看了 这是不出现了 A-B啊 是不是 笔记来了 见到 A-B 我们用 密次最低原则 红笔系啊 我们用 密次最低原则 什么叫密次最低原则呢 即 我们将 A-B 分别展开至 同时展开了啊 分别展开至 系数不相等的 先进笔记 我再解释啊 分别展开至 系数不相等的 X的最低次密 为止 这便是密次最低原则 这个讲起来 特别拗口啊 来开始 我拿立体二 把这就很讲清楚 各位 A是谁 答A是 科目上也X 是不是大家 B是谁 E的 负二分之 X平方 是不是大家 它就等于 开始了啊 将A-B 分别展开 同时展开 来 先告诉我 科目上展开 第一项是结 这个笔记 在刚才的前面了啊 讲一前面都有 我建议尽量不要看 如果现在背不住 你翻看 也可以的 回去给我背 第一项是结 是不是E 来 E的X四方 同学们 这个不是E的X四方 这是复合函数吧 那你所要背的 是不是E的九四方 对不对 E的九四方 我们刚才给大家背了啊 E的九四方是什么 你这个记得住的啊 E的X四方 是不是等于 E加上X加上 2的阶乘分成X平方 加上 3的阶乘分成X三方 一加 是这个吧 所以当你写成 E的九的时候 这是不是E 第一项还是E 是不是啊 第一项还是E啊 所以这一项还是E 你看 俩是不是长一样 我问大家 这是不是叫X的零次面 E嘛 是X零次面吧 系数相同吧 相同的 故继续展开 因为没有到 不相等的系数 继续展开 cos第二项是 减 减 二分之一 X的平方 是不是这一项 来看E的九四方啊 大家告诉我 E的九四方 第二项是不是叫小狗 对吧 直接拿下来啊 这小狗现在是谁 回答 是不是就是 百分之二分之二分之三 平方 哎呦 你发现没 他的第二项展开 是 是不是系数 依然是 相等的 继续展开 听懂了吧 下一项 它是解 加二十四分之一 X的四次方 是不是背的用上了 我说了啊 特别困难的啊 是从特别难的题目 计算量 四次方 有可能 所以超过四十分就不要背了 那是不可能了 来看这 是不是叫二分之二狗 二分之狗的平方是吧 是还不上 再加六分之狗三 你知道这个广义化的思路了吧 所以现在咱们是一的什么 负二分之X方 我问你这项是几 是不是叫二分之负二分之X平方的平方 多少算一下 八分之X的四四方 听得懂吗 正八分之X四四方 好有了 所以就加上八分之一X四四方 看懂没 请问大家现在出现什么 系数不相等 你写背 将AB分别展开至系数不相等的X的最低次命 那大家可以想象 接下来X的高次命 是不是还有可能系数不等 可是我不管它了 我只要找到什么 最低次命 结束 加上小OX四四方 加上小OX的四四方 明白了没有 好 写到这 立即推 这可以用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出来了 我们把它整体的 把整体的缩小了 缩小放在这 好 下面 立即得到 cos X 减 1的负二分之X平方 就等于 大家看 一减一约掉了 他减他约掉了 二十四分之一 减八分之一 是到 负十二分之一 X的四四方 对吧 小O减小O是什么 还是小O 记住 余向的跟着走就行了 他们是记号运算 不是数量运算 加不是两倍 减不是零 还是小O 大家看出来了吧 所以由此可以得到 同学们请回答 这一块是不是无穷小量 这一块是不是无穷小量 这一块是不是叫高级无穷小 故谁等价 这两人等价 所以可商业X减去 1到负二分之X的平方 等价于负十二分之一 X的四四方 所以一目了然 大家看 C等于结 它不就是与C倍的XK次方等价吗 是吧 所以C是结 负十二分之一 K是结 负十二分之一 K等于四 这个大家会自己写 我这个位置不够了 我就不再去啰嗦了 不再啰嗦了 学会了吧 好 我们来发挥一下 各位 我再教你一个 我们再来一个 这个你背不住的 你说你要把这个题目答案背下来 这个有点为难大家 但是我通过这个题 这个题我是特别认识讲的 在讲十八讲的导学的时候 我这样这个也讲到了 当中今天的课程我也提到这个 因为这个题很重要 它会给大家一个计算上的一个标准 尺度 就不要超过这个难度了 听到没有 不会超过这个难度的 但这个难度你是要达得到的 竞技比赛一定要有高强度训练 这个基线计算到这儿是最高层次 但是这个题目 这个思路有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个非常好的发挥 大家继续记笔记 继续记笔记 当注 我就写在这儿了 注 接下来一个重要公式介绍大家 当X趋零时 我们都知道 大家知道在讲义上有写 什么Sine X 等价于ArcSine X 等价于Tine X 等价于ArcTine X 等价于E的X 减E等价于LongE加X 等价于X 是要不是 不用我抄吧 都一样的 大家全等价 根据传递性 全等价的 对不对 那么就写一个就行了 是不是等价X一次放 对吧 那么 一减去 Cuzan X 等价于1二分之1X的平方 对不对 大家 我们刚才学一个 不是刚才学一个 我记得我上几课跟你说一个 不是上几课 脑子糊涂了 你还在当 所以我刚才讲过一个 那个X减去Cuzan X 等价于谁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 我先看我现在 我都讲解离思路了 我们不去讲一些那个段子了 段子因为讲过了 不讲了 你说这个怎么来的吗 同学们 是不是A减B A减B适应为什么 密次最低原则 是吧大家 来开始背 X展开 是不是就是X第一项 Sign X展开第一项 是不是也是X 故到这一项不行 因为还必须接着展开 因为他们还没到 细数不行的 对不对大家 但是你想Sign 是不是只要再来一项 系数就不等了 因为它后面没有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它一项是不是叫 减六分之一X三方 我瞎写啊 你不妨写成零倍的X三方 反正没有嘛 你现在懂的是吧 你发现没 这是不叫 把X和3X A减B 分别展开 这系数不等的这一项 说清楚没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就有了 加上小OX三方 明白是吧 所以立即猜 你看 X减去三项X 它就等于 实际上这一项是没有的 实际上实际上是没有的 知道为什么展开到三次方就结束了吧 因为到这一项 跟它上面的系数就不等了吧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好 那大家X减三项等于解 X延迟掉了 负负得正 是不是叫六分之一X三方 然后加上小OX三方 听懂没 如果一个无穷小 和等于另外一个无穷小 加上高级无穷小 则这两个无穷小等价 是吧 这课本定理 他们俩亲密无间等价 会推吧 会推 我再问一个 我再问一个 学会了 这公式特别重要 太重要了 我再问一个 X加上三项X 等价值谁 你不要看简单 你简单你别不会啊 我来问你来答 是不是得简 得写成A简B 你看看我们刚才圆子 例一例二 你给我瞄一眼 是不是只有除法和简法 我没有乘法和加法 乘法要写成什么 你们很聪明的 如果是A乘B 你让你展开一下 是不是得写成A除以B分之一 对不对 如果是A加B呢 A减负B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了吧 所以大家想 现在的X加X 应该写什么 跟上啊 是不是应该写成 X减去负3X 你懂了吗 听懂了啊 那我现在问大家 看好啊 这个人是不是叫A 这个人是不是叫B 是不是叫A减B 展开啊 来了 开始呗 将AB分别展开 这系数不相等的X 最继次面为止 请问X展开第一项 是不是X 请问负3X展开的第一项 是负X 回答我是不是已经 系数不等了 这个系数是1 这个系数是负1 结束了 加上小O X 简单题更能看出 它的深刻性 听懂了吗 听懂了啊 没这样发现 来一起算 等你几 直接是X 减负上映 是不是叫X 减负X X加X 是啊 2X加上小OX 各位听懂没 请回答 你可以推出什么 这个人和这个人 是不是差一高级欧凶小 故X加上3X 等加X 竟然就是2X 给你感觉 好像加法 直接把3X换成X了 看到没 是不是 所以大家在大1的时候 容易混淆 老师不是说加减法 不能做等加提换吗 你会发现 有的是能换的 有的是不能换的 大家看这个题要一换 X减X 是不是等加0了 那就错了 这个加法就能换 减法就不能换 是这个道理吗 不是 不是什么加减法的问题 关键在于密集数 关键在于泰勒函数展开 听得懂吧 展开原则才能决定 到底能不能替换 而不是加减称除的问题 今天开始 各位 所有这一弯弯 听好了 所有这一弯弯 到底能不能 到底能不能等价过去 取决于谁 回答我 取决于泰勒 泰勒说了算 取决于他 明白没有 年底考研 此人必会助你一臂之力 可是你们今天和泰勒 只是一面之缘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介绍给你了 希望你跟他好好相处 成为生死之交 什么人可以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 不顾性命来帮助你 只有生死之交 一面之缘的人 你是想不到的 他也不会来帮你 多跟他相处 这样推导 你听懂了没有 好 来发挥一下了 发挥一下 来咯 考题 考验真题 我给你发挥一下 考验真题 出题了 太棒了 这个泰勒太棒了 考验真题 比如说 Limit X去零时 Sine X的平方分之一 减去X的平方分之一 来回答我 一起背 是不是无穷大 减无穷大 刚学过 七种未定式 一起来背 无穷大减无穷大 说两种题型 有分母则通分 没有分母 创造分母才通分 对了吧 用倒在换 创造分母才通分 请问现在 有没有分母 有 有分母直接怎么样 通分 Limit X去零 回答我 底下是不是 Sine X方 乘上X方 上面是不是叫X方 减去Sine X方 对不对 开始被等价替换 分母写成什么 Limit X去零 分母几次方 四次方 来 分子 平方差 打开 对不对 A方减B方 给我写成什么 A加B 乘以什么 A减B 你会了吧 会了吧 会了吧 请问他 大家X区零次一起背 底下X方不动 X加上X 等价值 2X X减上X 等价值 6分之1 X三方 固答 等几 三分之1 做完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不要罗贝达 你拿过来求导 各位 那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共 给我寄一个重要公式 X平方 减去3X的平方 等价于 说 自己说 这不成级吗 三分之1 X的四次方 我今天教了你好多等价题换 这个屏幕必须牢记 这三个特别好 你只要记得住 很多题目做得极快的 加加减减的增加替换 才是考验重点 成熟法谁都会 哪有区分度 这东西才能区分你们 它往往不是一个直接的题目本身 那待会我问你看 前一年 这个书一书书三 有一个猫在一个小题里面 考拉格朗日中式定理 我后面讲你看 现在拉格朗日都藏到台后去了 你看不到可睡了 为什么呢 他要用拉格朗日 用在解题上 我现在制定微博里面 还有今年的压轴题呢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题常考的 前一年就有 我写的基础班讲义了 你回头看 回头给你看 他用的是这个 这个红笔写的增加替换 你就看到这个答案一眼看出来了 两秒钟 毫不夸张 你要看不出来 你要不知道这个增加替换 你没有思路 你这个题目做不出来 这个形容 请大家等到后面啊 中式定理的时候 我给你看 你看到是 我们基础班会花大批的时间 好好地把中式定理讲讲 十大定理 加所有的中式定理的传统题和 这个常见题 我强化班没有时间讲那个啊 强化班你说在 强化班是综合题 综合性的题型 基础班带着你一条一条学 我给你把基础做扎实了 然后才能走强化 强化没有这么多时间 是讲这个这个 基本问题 所以我们基础班来 今年把它落实下来 好 立天讲